现在非常多的国家都尊重我们国家 甚至把他们当做朋友 从前几年的时候 很多国人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去留学 到现在演变成很多的外国人 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我们国家来留学 可以看得出来 外国人对于我们国家的重视和信任 就有法国姑娘首次来中国旅游 走在街上很疑惑 这是中国吗 他们来到我们国家之前 只是觉得我们国家有非常丰厚的历史 他们来到我们国家可以学到非常多的知识 可是来到我们国家以后 却被我们国家给折服了 我们国家有着他们国家没有的方便 比如手机支付在他们国家就没有 这样他们在我们国家出行的时候 就不用带钱包了 甚至习惯了以后 回到了他们国家 还经常出门忘记带钱包 毕竟现在在我们国家 有一个手机基本上都是到哪里都没有问题的 包括他们现在国家的大城市 都建立的地铁和高铁出行也是非常方便 对此大家都是怎么看待的呢 看到外国人对于我们国家这么认可 是不是有一次骄傲呢 欢迎大家多多的讨论和分享自己的看法和观点